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为人知 他们是默默耕耘 非常拥有热血运动回的人士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请到了三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杨生集团的总裁 许甸牙同事长 欢迎 大家好 那另外呢 是我们高尔夫的名将 吕希君老师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另外呢 中华民国高尔夫协会的 钟文贵秘书长 欢迎秘书长 主持人 各位观众 大家好 首先呢 这边要请教这个 许甸牙董事长 许董 因为我们知道你在50年前 就只带了300块钱 从跟亲戚界的300块钱而已 就从彰化岩埔北上 然后非常努力认真打拼发展的事业 那事业有成 那你也曾经跟媒体讲过说 你最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贫穷 这一点的精神是不是可以 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乡下子弟 草根性很重的我 是从苦难中有今天 我真的很感谢贫穷 真的是贫穷 因为当你贫穷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改善你生活的环境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 我去跟教育他们小孩子 专属他们小孩子 我也曾经很多次的告诉他们 我很感谢借给我老爸300块的伯伯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300块 也没有今天的我嘛 不是嘛 但是有了那300块呢 当可以过活 可以过更好的生活的时候 我一直在改变我的人生 所以真的是因为贫穷 是可以激发出人的潜能 激发出来 对 是这样 不过呢 徐董在整个过程当中 真的对于我们台湾的体坛 特别是高尔夫 贡献非常非常的多 当初怎么会有机会接触高尔夫呢 早年我18岁离江辈井 高中毕业没有钱读书 都到台北来嘛 那我学的事业是家具 讲学的事业其实是跟 当个小工一样的 搬东西 清洁房子 那我在大概结婚 28岁结婚 那段时间做了日本人的生意 日本人是做家具的工厂 那日本人来到台湾 就是喜欢打球 那当然我没有办法打球 那其中就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商人 他说下次我来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陪我打球 打高尔夫呢 我可能就不跟你往来了 我给我很大的 很重的一个打击 所以我很认真的就把高尔夫学会了 这样子 学会了 那你自己的球技艺应该也不错吗 早年还好 也不是相当好 但是在一般上人来讲是算不错的 我讲到球技要请李熙君老师来评价 许董的球技 你的评价呢 许董很热爱高尔夫啦 不过他 投入在高尔夫的时间 当然也不是很多 不过他特别关心我们小孩子的发展 所谓小孩子就是我们的小选手的发展 他非常的热爱啦 这个好像有语带保留不讲球技 不过真的藉由高尔夫来 一开始是在这个商业上面 希望能够让客户满意嘛 因为他这样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但后来你是花了很多的钱跟心血心力 在台湾建了一个非常棒的阳神球场 当初怎么会想要投入这么多的金钱跟心力 来建高尔夫球场 这跟我小时候的这个生活环境 学习成长的过程有关系 那找小的时候 小时候我爸爸在扫地的时候 任何地方都扫得干干净净 那我在做小工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那打高尔夫呢 我也非常认真地打 我一个月平均打22场球 那个时候 一个月在30天内 当我到处打球甚至到国外打球 我所看到的 我当然希望说为什么别的国家可以 我们台湾不行 所以我就有那个很强烈的欲望跟期待 想要把他做一个很好的球场 那个时候开始我这个一面 就是每一个细节你都要顾到 每一个细节都要非常的要求 对 就这样子 希望不只是好 而且能够在国际上能够拿得出来成名的一个球场 那在这个一边邀请秘书长看一下 就是在阳升球场 他真的在整个的标准 规格上面 因为也办了很多的国际比赛了 在你们看 他是不是真的是 包括在整个亚洲地区等等 都已经算是非常顶尖的一个球场 阳升球场在2011到2013办了LPGA的锦标赛 这个都透过了LPGA官方的一个认证 所以这个场地的标准就不在话下 况且他在这个从开立这个球场以来 都办了无数次的大赛 含台湾锦标赛 那所以是不是有一个这个 比如说亚洲地区或者是什么地区的一个球场 包括日本韩国的去评估 在我们台湾的阳升球场也是名列前茅 是的 他是Top10的一个国内唯一的球场 也是每年接受表扬的一个球场 每年都有拿到奖杯 亚洲太平洋区 亚洲太平洋区 Top10里面的一个 日本三千多个球场里面也只有一个 我们台湾也只有一个 真的很厉害 日本三千多个高尔夫球场 只有一个拿到这个奖 所以Top10 没有说哪一个是第一哪一个是第十 就是Top10里面一个 所以这个在2017年的世大运 当然这个球场如果要办高尔夫比赛 一定完全没问题啦 对不对 因为这个标准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 不过这边要请这个吕熙军教练 其实吕熙军教练是在釜山亚运的时候担任中华队的高尔夫教练 也拿下了我们第一次在亚运的男子团体的金牌 对2002年的时候 2002年釜山亚运就在韩国的釜山亚运 那当时也就是跟阳升球场结缘 谈一下这个过程当时好像其实时间蛮紧促的 对当时因为我们在开始集训的时间很短 由徐董事长当时接青少年委员会 然后就在这方面是属于他的责任 然后他愿意用台湾唯一最好的球场就是阳升球场来做一个信念基地 但其实我们只有半年的时间 然后在非常紧凑之下 那当时珍亚运还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比赛的代表选手 哇都还没有 对对对 当时就就是非常充促的只有半年的时间 然后也是我们第一次阻断 因为日本如果再赢一年的话就是三连霸 在亚运三连霸 那在韩国的场所 如果说韩国是能够用最大的这种机会来得到 包括阻断日本或者是超越我们 那当时我们就得到了第一次的金牌 金牌 能够在韩国人的土地上赢韩国 真的好想赢韩国 然后接下来徐董就 徐董就开始就去做培训的工作 然后为了这个也在建造新的舞动 或者是说高尔夫的场馆 我们叫做信念中心 所谓盖宿舍啦 因为其他球场可能选手可以去练一练 但是你在扬升来讲 他是管吃管住 那选手都集合住在那里 那夏令营的时候最多的人的时候 到八十几位小朋友 八十几个小朋友 对那最主要我们也目的是在进军国际 所以也有英文教室 英文的课程还有健身体能 还有运动防护 我们等于是比较多元啦 那短端的训练区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高难度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能够孕育到很多的选手 那后来证实也是 也是 不过呂希君老师在整个扬升 这么长久以来培育很多的高尔夫球的小选手 那当然你也会对徐董事长提出一些要求嘛 说这边可不可以再多增加什么 那徐董从来都一口答应 对我们的设备当然包括训练体能的机器 包括能够再聘请专业的这种体能 就是说像教练来辅导我们 那运动伤害的 那分别有两个区块 那最重要的是选手每年要出去比赛 甚至到美国去 然后再到其他地区当然也有 那不过他所能够负担的除了扬升以外 我们需要的这些费用 或者是增进球竿的这种比率 在扬升非常非常地高 那经过我们像徐董请示说 需要帮选手增加这些设备 或让他出国比赛来增加经验 他没有一次说不要的 没有一次啊 对啊 为什么呢 这个培养一个小孩子 是最困难的时候是刚开始那一段子 不是他成功以后 这段日子如果你没有办法接机他 你再说他不认真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帮他的话 那不可能成功 那小孩子他不只是你教他技术打球 其实心理上的辅导 他人格教育 语言教育都是相当重要的 我比个例子啊 那如果四个人打球三个人打球 其中只有你不会讲英文 你的压力一定很大 你就只有自卑感就来了 所以你就会很糟糕 但是当然你也会讲英文也会讲国瑜 又会讲台语你不是多人家两个吗 那你就会有一点霸气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很多东西包括一些高科技的设备 人人人的布置各方面的 吃的东西的给他设计都很重要了 所以徐董他所设想的不仅仅只是球技上面 还包括这个小朋友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人格发展包括跟同才 其实小朋友就是会去跟同才之间的比较 能不能融入这个团队里面 徐董都有这个顾虑而且设想到了 对 甚至他要去学校 也就是国民学校嘛 是吧 那我们也怕他好好的教育他 快成功了他交坏朋友不是就完了吗 要浪费了吗 所以我们用司机 九人座的司机 带他们去学校把他带回来 好像在看小座一样 怕他交坏朋友 所以我们也听过一句话说 再怎么穷都不能够穷孩子 就是不能够穷教育这个部分 所以徐董是秉持这样的一个精神 在培训我们台湾的高尔夫年轻的选手 是这样子 那待会在下一段节目 还会跟各位来宾三位来宾 多多了解一下 到底在整个台湾高尔夫球的 包括年轻选手培训 包括养生球场举办那么多 重大的高水准的国际比赛 他们真的尽了很多的努力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那边 现在区别扭出了 那边 在这迹长等于 跟他们应该 在这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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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点 有点